大家好 欢迎回到时代光华管理课程 我们看到第四个 假系真做 假系真做是为了什么 创造真实感 让相关人员参与互动 要么把假的做成真人 要么把假的当成真人来做 当然假的和真人价值也就相同了 价值相同了 我没看到有这么一个操作方法 像那个日本SB公司它是做咖喱 SB公司它是业重 它为什么会一业成本 它实际上就是假系真做这么一个游戏 突然在报纸上有一天宣布了 它说从某年某月某日某日某日开始 我们的日本的富士山再也不是白色的了 这个信息一下糊弄了整个日本 富士山怎么可能不是白色的呢 那一天开始 日本富士山全部是咖喱色的 我们要用咖喱 用直升飞机把咖喱在富士山撒一场 我们认为咖喱色更好看 更能体现民族精神 结果这么一说的话 全国人都飞升起来了 说这个人 有人骂他好的 有人骂他坏的 但是骂坏的人比较多 民族象征怎么可以随意改变这个颜色呢 越是骂 他还每天在报纸上搞个倒计时 据这个咖喱还有多长时间 今天五天 四天 三天 二天 特别是最后一天的时候 电话都打爆了 各种媒体都撑入不了压力 好多媒体打电话给他 哎呀 你们赶快撤了吧 媒体都接受不了压力 都在骂 结果说今天我就想找你们过来 赶快来过来吧 赶快来我们开个会会 今天我们要开心发布会 这个媒体都去了 说你今天决定是傻还是不傻 你有个说法 反正傻不傻媒体都说傻不傻对你们都不好 反正你们是被人家骂了 结果去了 结果以后SB公司说了这么几句话 第一个就是 由于对全国民众的要求 咖喱不傻了 我们也要保持富士山春白的形象 巴西西区撤掉 全国人突然生了一口气 即便是生了一口气 基本上80%以上的人都记住这个公司了 SB公司说前面要傻这个咖喱里 肯定不是好东西 他可能会这么想 行为上的极端 但是你仅仅是撤销要这个行为 并不能扭转你的品牌 什么品牌的负面影响 结果的话他后面又做了一件事 借此机会 我们不但不傻了 我们还义务上的 义务上的就是维护 他的春节 服务上的春白的这种颜色 做他义工 我们就是义务维护他十年 每年都保证他什么都春白色 不会说玷污 只要有其他颜色我们立马清除 公司偷钱 他这么一次 宣布出去以后 他又称什么 民族英雄了 这个人应该 怪吧 一下子就是他品牌负面影响 又变成正面影响了 他就做一个咖喱这个东西 傻不傻的问题 假气真做 一下子把品牌推荐一个 全国人都知道这么一个高度 证明度就出来了 证明度出来了 刚开始是负面的 把负面变成正面 有可能就是因为一件事你做得好 我刚才说了 就是说了几句话 我们义务做了义工 维持民族的形象 富士山的春白颜色 就是一件事不难反正 一下子成为正面形象 我觉得这个挺好 这个就是什么 这种运动方法就是假气真做 把假的当成真的来做 跟真的一样 我们什么时候啥 还有几天 那全国人都不得安宁 媒体上还反过来吵他 这是第一个 还有一个案子 这个案子也挺好玩 不花钱请戴安娜王妃 去代言珠宝店 有这么一天 有一个珠宝店 在一个街道上 非常豪华的街道有个珠宝店 但是珠宝店 卖不出去 这条街道上的珠宝太多了 卖不出去怎么办 这个老板就想了一个办法 你要是请人家做代言 他没钱 做不起 不请人家做代言 这珠宝店的地方 押着卖不掉 那就想办法了 那就请 请谁呢 还不想花钱 他突然想了一个办法 结果有这么一天 一辆豪华的大奔驰车 实际上奔驰车 我后来就听说也给他租来了 就租了一天 老板还跟人家吵架了 把价格压了三次 很小气 没钱 然后一说豪华大的奔驰车 欢欢 听到他的店门口 突然车门一开 聚焦点来了 一看 这不是王菲戴安娜下来了吗 戴安娜下来以后 卖着恶努的这种步伐 换换走进珠宝店 结果选购了什么 他最心爱的一款项链 带着走了 结果的话 戴安娜下车那一刻起 他打了好多电话 通知好多媒体 戴安娜 戴安娜 王菲明天有可能要过来 好多媒体哗哗都跑去了 跑去了 他说戴安娜可能我们的王菲 在那地方去购买产品了 结果这么报纸上一宣传好了 他的门口都给挤破了 第二天开始 他的珠宝店买什么东西都好的 你现在两块钱卖不掉了 他后来卖两千块钱 你还买不到 你还派成队伍 不说了吗 产品好 你的营销好又坏 并不是什么 产品本质好不好 就像饭店一样 关键看你没口有没有排队 结果他没口排队了 一排队不错了 所有产品全部卖掉了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戴安娜王菲是假的 他只是像 他只是像 但是他一直都没 在报纸上做一个声明 戴安娜王菲到底是真是假的 他没有这个必要 为什么 法律上没有规定 我可以请什么 像戴安娜这么一个人来做广告 法律上有规定吗 这是第一 第二个 长得像戴安娜这个人 他有罪吗 他没罪 长得像他也没罪 对吧 所以就在两个点上 就是不花钱 一下子把他猪宝店推向了什么 整个英国 销售额一下全部停出去了 第二年开始发展连锁了 第二年发展连锁 多大地方还吹来说 我们的戴安娜是谁 你可知道 他问人家可知道 人家说我们也不知道 你戴安娜是谁 他也不说 他也不说 他不敢说 所以就是假戏真做 我刚才说了 要么就是把假的当成真人来做 刚才说的那个SP公司 要么就是 要么就是什么 让大家把假的当成真人 你不就说吗 把假的戴安娜当成真人王菲 好了我们就是讲 第四我们就不讲了 结束了 第五个 无序性 在原来的完整的自主制体系当中 插入不同的系统 体现差异化 其实无序的根本目的是 打乱消费者心目中的自然排序 创造另类或特殊乃至差异化的感觉 就是原来他这个排序是12345 现在你不要告诉他12345 你要告诉他135 145 想让他自己乱了 消费者如果自己不乱 他永远就是你要改变他很困难 因为他似乎很定势 所以首先就是 打乱他心目中的排序怎么办 就是我刚才说的无序性 那怎么就做到无序性 我要讲这么几个案子 第一个就是 南腾有 我有这么一个客户 像龙允公司 他卖保健品服装 就是800块钱一套 高元素支撑保健品 卖不掉 800块钱一套很高了 一般人可能不会买 北京的人一般平均工资1500块 你也不好买 你不能办 要不吃饭 对吧 价格太高 高元素 但是高元素的话 为什么不好卖呢 产品是好 有可能好 但是顾客怀疑 为什么 你不具象 你说这里面有保持高元素 我没有看不见 对吧 那你产品的话 这个价格800块钱这么贵 谁买得起啊 后来我就给他说了 我800块钱你卖不掉 你干脆你别卖了 我问你卖8000 卖8万 这个老板一听的话 感觉到我这个脑子有点问题 他就说你这个想法 绝对是非常另类的 我刚才说 我刚才不说了吗 创造另类的这种感觉吗 那怎么才能卖到8800万 我干脆你就打一个具象产品 就卖什么 宝石服装 怎么卖 你的四个纽扣全部用钻石打出来 这四个纽扣全部是针针石 四个纽扣全部是针针石 一般人也不相信 第二个你把这个钻石放到地方 你也不安全 你好那么不好卖 那干脆我就走特殊渠道 先拍卖一下 拍一下再说 第一天拍卖的时候 还找几个人 会一会 实际上他也安排了一些 技巧性的方法在里面 我就不谈了 现在到商业机密 别人先找我 然后呢 第一次拍卖多少 8万块钱出去 8块钱出去的时候 我就说他仅仅是卖这个宝石的话 卖8万价格还有点高 但是你还有一个营销方法 怎么营销方法 怎么样做断中国的高端市场 第一个 第一个就引入这么一个概念 衣服免费维修 有几个卖衣服还有售户服务呢 没有吧 他第一个 所以怎么免费维修呢 你买这个服装以后 我给你每年免费兑换一套 就是除了纽扣以外 不是五颗纽扣吗 五颗纽扣以外的话 就是这个服装我给你兑换一套 换一套 拿这个号过来以后 给你换 给你换十年 免费后就是给你做五十年的维修 结果这一下这个概念出来以后 那就那个了 在市场上立马引起轰盾了 说这个方法比较好 做断中国的高端市场 那超级消费 几万块钱在它里也不算什么 买一套穿十年也行 每年还都穿新的 何苦不为呢 算算每年就八千块钱 行 买了 第一套是拍卖 第二套的话 有人打电话过来订 第二套多少钱 你说你要几个纽扣 我要六个 六个的话对不起十五万 你想想 这个产品反正八千八百块钱卖不掉 八万块钱卖掉了 这就是什么 无序性 我们看看这是第五个无序性 在原来的基础上 打乱它的消费者自然排序 创造一种特殊价值和差异化 它这个定位的话 比如我刚才说这个能运定位 它是卖服装吗 在服装里面它是卖宝石 这一点它是什么 无序的 你既然是卖服装 你为什么不卖服装 你反而卖宝石 这是什么差异化的 这也规避的竞争 我们看这个第五个就是 这个第五个无序性 第六个我们看技巧性 怎么样一小不大 一小不大 解决了营销上资金不足的问题 营销力并不是 纯粹依靠资金的投入 才能够积累出来的 通过创业 仍然可以创造强大的营销力 甚至超越目前 投入高额资金的广告效果 创业里面的效果 我讲一讲 就是我这么一个案 长州的服装城 长州服装城的话 实际上是用八片软纹的效果 打开了整个市场 八片软纹多少钱 当时他给我十万块钱广告费 实际上最后八片软纹 算在一起 总共花了两万 两万块钱 打了八片软纹 创造的东西 至少三百万的广告价值 怎么打 一天下午 然后我一口气写了八片文章 第一篇 不敢第一个吃螃蟹的长州人 这个什么意思 文章的意思大致是这样的 我们这个商务非常好 但是 卖出去 在市场推广以后 没人买 为什么 胆子很小 你不敢第一个吃螃蟹 你不敢第一个吃螃蟹 胆子小吗 哎 这是好商铺 能让你赚到钱的商铺 你为什么不去买 结果这个广告打出去以后呢 这个软卖推出去以后呢 又打电话过来咨询的 但是还是没有买的 结果的话又写第二篇 胆小的长州人 我刚才说了你第一个不敢吃螃蟹 第二篇胆小的长州人 实际上对第一篇是一种严肃和肯定 说你第一个不敢吃螃蟹 不敢买我们的这个商铺 你就是不敢买 你就是胆子小 说你胆小你就胆子小 哎 这篇文章打出去以后的话 长州人好多就是反馈就很紧张了 说这个人很拽 为什么骂我们的长州人 你为了卖仓铺 为什么骂我们的长州人 后来的话就是 还是不行啊 我想想这个还是不行 我想第三篇第四篇还是要连续越推啊 第三篇 好吃的长州人 好玩的长州人 什么意思呢 就是长州人胆小 说你胆小 说你不敢第一个吃螃蟹吧 你确实胆子很小 你不敢买 但是后来一分析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可能有些人啊 他说没钱 没钱吧 为什么没钱呢 好吃好玩 然后我就说了 对他人进行否定 好吃好玩的长州人 如果是男人的话 你不是一个好男人 如果是个丈夫的话 你不是一个好丈夫 你吃了都喝了都完了 怎么样去养家糊口 怎么维持生计 怎么进行创业 创业 寻求新的发展 在世界上怎么再发展呢 结果的话 写到这篇的时候呢 长州市就一向开锅一样了 好多人就过来找了 或者说这几篇文章写的挺怪异的 挺怪异的 说他好事好玩 长州人到这个地方 他还是不太懂 直到下面一篇 不敢说不的长州人 长州人为什么不敢说不 我说你胆子小 你确实的话也不敢说不 我说你你好事好玩 你也不你也不可反抗 但是这个不敢说不的长州人 我们是我在里面 从另外一个方面去考虑 怎么去考虑呢 浙江人 浙江人的话是在长州生意做得非常好 长州人的话就是一般给这家人打工 员工对老板 你不敢说不 说不里面就可以把你开掉 为什么长州人不敢对这家人说不 如果你要想说不 就在长州去创业 而且我们这个商铺提供的这种模式 就是创业型商铺 只要你把这个商铺买下来 好好经营一番 按照我们的思路往前走 你就可以对这家人说不 并不是对长州人说不 结果的话这篇文章说出去以后 好了 好多文章的话好多人就开始购买了 已经开始触动了 触动走到感觉了 结果的话 这个我觉得还不够 这要退吧 后来又写一篇文章 一篇文章又再等出去 你看最后这篇文章是什么 有胆略的长州人 说你不敢说不 这时候我看你还敢做 你还敢买 结果他花钱去买了 就是要对这家人说不 有胆子 有胆子 不错 有些人还是不错的 这篇文章出去以后 购买已经形成一种行为习惯了 好多人开始陆陆续续进入了 但是后来我又写了一篇 诚信的长州人 这个时候非常诚信了 我们讲诚信长州人 今天约好什么 明天付钱 明天就把钱付了 说明我们的商铺非常忙 抢手 再不买就没有了 再不买就没有了 结果这前面七篇软文的话 市场基本上就打开了 就快收尾了 到最后一篇的时候 我写了个整洁 不能老是骂 骂人家长州人骂我 那我就再催一下子 怎么又写了一篇文 可爱的长州人 长州人很可爱 很诚信 有胆略 把长州人又夸了一腾 结果的话 最后一次 所有的全篇软文往外推广的时候 我就知道最后的反应非常大 长州日报最大的一个媒体 我没选 我刚才说我从其他方面媒体上去组合 找了四个媒体 一推 全部都在了 最后一次结束的时候 长州日报找我们了 免费给你登一个版面 求之不得 这也在我预料之中 好 把七篇八篇软文全部给你 结果在最后一篇 一个平面上 一个版面上 全部登出来 这一下子一个版面 影响长州人 多少人 再次掀起波澜 把我们八篇软文的价值 推向最高峰 然后我们再喊几个口号 敢创业 学创业 比创业 结果在后来 在政府的一次会议上 八篇东西又提出来这个口号 政府提出来这个口号 并没有结束 后来又说一句话 我没长州人 也要做一个可爱长州人 实际上他们都读了我的文章 结果最后一句话 可爱长州人 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了 八篇软文打开了市场 这是技巧 技巧吗 技巧吗 那句话 不是靠资金就积累出来的 我们再看看有个广告语 西安饭庄的广告语 别想我 西安饭庄才有我 想念我 西安饭庄来找我 得到我 请你好好珍惜我 吃掉我 请你不要忘记我 这是什么 一篇月饼的广告 一篇广告的话 当时大街小巷到处再流出来 没花钱 就拿了一个横幅 结果他在月饼卖得非常好 什么一个问题 技巧性一小不大 一小不大 从创业上解决脱破口 你的强势营销力立马体现 没有学习力就没有竞争力 你的心有多高 学习的路就有多长 好了 我们再看看第七个相干性 两个原本不相干的事情 把它组合在一起 就可以产生新的价值 由不相干变成相干 通过一种方法就可以了 很好做 我们之间有没有关系 没关系 握个手又是朋友 就来了嘛 这么简单嘛 通过一种方法就可以达到 并且相干的事情 必须是有价值的 就是我们相干这个事情 必须有价值 否则的话根本就没有 相干没有任何效果 作用 有价值的 必须是有价值的 第二个 或者说高于原来产品价值的 我跟你相干 你可能要高于我价值才行 目的 要么是依靠他 相干产品 提高我的这个 要有价值 要么就是两个品牌 两个品牌在一起 强强联合 你看相干性 两个不相干的事情 通过一种方法 把他们的相干组合起来 相干起来 然后的话 价格立马凸显 看哈 第一个爱情药 药里有爱情 三斤双花莲的爱情药 他有广告语这么说的 有了他和老公的安排 我就不怕了 有了这个药和老公 药和爱情相干 药里有爱情 相干的方法是什么 药里传递爱情 药从爱情添死 目的是将药的价值提升 因为爱情价值 是高于药价值的 生命称可贵 爱情价更高 生命靠医药来维护 你想过没有 爱情比这个价格还高 比生命价格还高 干脆我就挂你 挂靠这个爱情 把爱情价值往里面一放 砰 也卖掉了 相干性吗 你爱情牙膏 纳艾斯的牙齿 你一人广告 牙膏内有爱情 相干的方法 用纳艾斯产品去外 成功率更高 目的是将牙膏 牙膏的这个产品价值 提升到爱情的高度 纳艾斯他那个场景是这样的 首先第一次 这个牙膏 这个一个明星 卡通明星 然后去像一个女性去求爱 结果他有口气 结果的话 把人家女人吓跑了 结果他回去后 这牙膏想不行了 用纳艾斯 离离外刷了几遍 第二次去了 一下成功了 一下成功了 说明有什么问题 用纳艾斯牙膏求爱 成功率非常高 好多男性 特别是单身贵族 都想求爱 怎么办 买下这个东西 可能效果更好 他给你这么一个提示 实际上两个东西不相干的 你说牙膏 跟爱情有什么关系 没有直接关系吧 通过求爱这种事件 把它们连接在一起了 形成了一个相干性 结果一次成功 一次成功 他产品推向市场以后 强势营销利益 在牙膏里面 他是第一个谈爱情 在爱情里面 他是第一个用牙膏 找到一个 找到一种表达技巧和方式的 我觉得这个点 创意挺好 所以我就说相干性 两个原本不相干的事情 我们通过一种 通过一种方式 组合在一起 价格在一起 他们价值立马可以凸显 我们来看看第八个 非常规性 有时候从侧面反面或另面切入 会获得更好的效果 不按常理出牌往往都出其不易 兵法云以正合以其胜 其胜往往又能形成强势营销利 成而快速形成市场 快速取得市场 北京太空全域馆 我的一个案子 第一天接触的时候 他老板提出这么三个字 我们要新奇特 我说好大好特合 我来你来看看中国的所有的饭店里面 哪一个饭店不推出新奇特这三个字 新奇特现在已经成市场游戏规则了 你要往后做 做得更怪才行 那说我怎么怪呢 那我怎么做到后面呢 实际上我就说了三个字 三个字 我们后来就很快签约合作了 三个字 怪邪毒 怪邪毒三个字 成就你的核心智能力 形成你的什么 强势引行销利 那你要把怪邪毒打出来 你什么后面事都不要问了 怎么做呢 第一个 怪语 卡纳斯胡怪 当时的话 卡纳斯胡怪炒得很火 卡纳斯胡怪实际上就是几条大红鱼 现在大红鱼不好吃 我们吃小红鱼不也行吗 然后告诉别人 这是卡纳斯的胡怪 小心点 吃的时候你心里有很多感觉 你只要吃了一次 你会永远记住它 我哪天哪天在哪地方 吃到了卡纳斯的胡怪 神秘感 这是第一 第二个就是毒鱼 河豚鱼是毒的嘛 他明知道河豚鱼有毒 还有偏要吃它 说明它的魅力非常十足 那干脆我们叫河豚鱼弄过来 毒鱼嘛 吃毒鱼可能感受什么 刺激 拿生命去赌博嘛 那看看 邪怎么讲 邪有几种鱼啊 我说这个邪鱼的话 你要考虑到有几种鱼去搭配 第一个 俄罗斯有一种鱼 这种鱼的话是一种青色的白鱼 吃到这个鱼以后 你可以找到初恋的感觉 能不能找到初恋的感觉 反正我没找到 但是这个鱼的持续以后 确实有那种感觉 很飘 第二个 会跳高的鱼 庐山的鱼会跳高 它能从山底下 一跳跳跳到三点上 三点上有个湖里面有鱼 搞不清楚这个鱼从哪来的 后来就说它是鱼会跳 庐山有一种鱼叫石鱼 石鱼确实会跳高 有没有见过一种鱼会飞 飞鱼 利水面一米高 可以飞到一百米远 这些鱼的话都是什么 都是比较怪的 比较斜的这种鱼 然后把这鱼弄过来 展示一下 然后再去吃 好了 北京太宫权鱼管 这是非常规定的方法 过鞋独三个字 打开它的社场局面 后来我就说 你讲这个过鞋独 可能还不到位 你在初小上还要找到一个点 炒到什么 只要讲太宫 讲太宫 就可能离不开狐狸精 后来我们再找了一个点 狐狸精 这个故事上怎么去无限放大 什么叫狐狸精 以前狐狸精是 是坏人 然后然后迷惑了这个 尚众王 让他丧失了天下 但是我们可以反过来想 他既然是迷惑了尚众王 让尚众王丧失了天下 稀奇 周温王取得了这个天下 说明有什么问题 说明他帮助了周温王 那干脆我们想到一个点 狐狸精有可能就是什么 有可能就是他派出了什么 卧底 结果这个点就已经炒作 狐狸精就是他派出了卧底 这个点就已经炒作 狐狸精 我们要为狐狸精平反 结果这么一个点的话 好多人感到非常纳闷 因为非常奇怪的事情 吸引了好多眼光 实际上我就说 在炒作上 从侧面上切入 不要按常理出牌 你会获得非常好的 市场营业效果 现在你到太空全域馆去 可能你要提前排队 已经排队了 这第八个 非常危险 非常危险 第九个 附加 附加性 还有伸透策略 这个里面什么意思 有时候价值在本体 有时候价格在外部 如果能够附加在产品一种 能够有突破的营销价值 那么营销价辩认是什么 青森和艺术起来 产品不是最好的 最好就不要光卖产品 我们可以通过卖社会上 非常有价值的东西 而要想这么做 只需要通过一种方法 让这种价值 附加在我们的产品上 就行了 或者低价打造出一种 新社会价值 然后去 后期将借助这个新价值 创造更高的价值 如果说 原来这个产品 其他价值不好借 那我们现在打造一种新价值 然后借助这个新价值 再运作 比如像猛牛的这个 两次飞药 猛牛第一次飞药 新五上天 借助新五的价值 一下的话 销售额提升了二十多个亿 后来的话 借助超女运作 借助超女价值 一下的话就是什么 运营的提升了三十多个亿 所以我就说 猛牛的两次飞药 它实际上是卖什么 第一个是卖的是新五 新五的这个品牌价值 第二次卖的是什么 这超女的影响力 这个价值 结果两次的价值的话 它通过这种附加 产品附加上这些价值以后 一下子推向全国 赚了几十个亿 猛牛几千万 赚了几十个亿 实际上就通过附加策略 第二个 胡锦天 西藏胡锦天食品 一次把广告收到全世界 在美国宇宙飞船上 第一次用中国的企业 在美国宇宙飞船做了广告 在世界媒体关注这个 宇宙飞船同时 也就把他的广告信息 传播到全世界 所以我就说 借助美国宇宙飞船这个价值 一下子把产品推向全球的高度 第三个 华夏龙太空这个金笔 搭带中国第20颗返回收 返回收卫星 它的价格比黄金还要高 97支笔 代表进入太空的什么 97个航天器 1016枚金笔件 然后代表是10月16号这一天 卖点 穿越时空的钢笔 有证书和个人的传记 和个人的传记 你也可以亲自签名 把自己的传记写出来 然后在博物馆给你保存 然后送杨立威 杨立威这一套钢笔 从国家博物馆去保存 在网站上你也可以查询 而且每一支钢笔的话 都有什么 都有什么 条码和密码 所以这个 华夏龙的话就是什么 借助这个 借助这个太空 就是借助这个 第20颗返回收卫星 把产品 把返回收卫星价值 放假在产品上 一下子 卖到价格比黄金还要贵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要么你就创造自己 创造价值 然后后期借助这种价值 猛牛打造超女的目的就是什么 自己创造一种新的社会价值 后来充分的借助这种价值 把我们的产品 把他们的产品演绎到最高度 演绎到市场营销的最高点 一下子把产品推向市场 要么你就什么 把其他有价值的东西 拿过来 复加到我们的产品上 比如说猛牛的赞助生物 把生物的价值 复加到它的产品上 依次成功 所以我就说呢 复加策略有时候 可能会得到更多的 更神奇的一种市场营销效果 我们看看最后一个 借助于置换策略 怎么样借助于置换 不花钱的话就去借 是营销的话 就是不投入的一种最好方法 你不要去花钱 你去借来也行 如果借不来就可以去交换 当然换来的东西 同样是什么 低投入或者不投入 用作的一种方法 拿自己的东西去换别人的东西 这就是低投入的一种方法 拿别人的东西 或者拿别人的东西去换 借别人的东西去换 我觉得这可能连钱都不要投 根本就不需要投入 那这个里面的话怎么做 借助借助于置换 这么一个策略 怎么做 我们看看优波罗斯 美国的 如何借助 通过借助策略和置换 改变奥运会的亏损局面 优波罗斯 第一个私人承办奥运会的 这么一个人 第一个将奥运会商业化运动的一个人 这是1978年 在美国洛杉矶 23年奥运会的运动模式 四种借的方法 怎么借 当时的话美国政府不给钱 那不给钱的话 就要靠自己 他借了什么东西 借了四个点 第一个由于政府不给钱 借场地 因为它是世界性的大学运动 所以借了三所大学 学龙宿舍作为什么 作为两万名运动员的公寓 结果这些东西 这些人给他都没有钱 第二个就是借助成本 大量的压缩 压缩工作人员 把成本降到最低 降了一半 基本上以前的话是一万多人 现在只有了4500名工作人员 第三个是借助价格 由于政府不给钱 然后他的名票卖得非常贵 你也可以理解 你确实价格要高一点 因为他靠自己 第四个是借助矛盾 本年奥运会 他招商上借助几家矛盾 比如说 可口可乐 有百事竞争 他选了谁 选了可口可乐 柯大于富士教育交卷 然后他选择了富士 通过这种竞争的方法的话 他进行整合矛盾资源 结果的话 创造一个奇迹 严重直换的方法的话 他也不是自己投资 活动直换 第一个就是奥运会的活距 接力的话 每公里3000美元 价格出售 媒体直换 电视转播权转卖 转卖 最后美国的IBC公司 以2.25亿美元得到了转播权 最后 由俄罗斯乘卖奥运会 共计消耗5.1亿美元 盈利2.5亿美元 本市的旅馆 饭店商店的服务结构 收入的话 35亿美元 层次奥运会 这也不会做配奖买 这是四种介绍方法 刚才我就说了 到目前为止的话 我们这个创意力 如果通过创意的话 解约营销率的问题 我们讲完了 好了 到最后了 我再用一句话 解决我们今天讲课 完了就是心跳 赚了就是钞票 这是什么 我记得湖北卫视的 一档股票栏目 他的口号 来结束今天的讲课 只要大家用特殊的方法 会作怪 作神 作战 你就可以赢得最后的市场竞争 好 今天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